1月11日,San Marino女子狮子会会长陆世颖女士,于Lader公司CEO及Loon Color品牌创始人韩颜军女士,联合主办La La Land天使之城,庆新年主题派对。 本次活动邀请了Ahanborough市长沈时康,中国国父光旗董事长范新靖,美中企业家峰会共同主席陶青,美中经济文化艺术处境会会长Eddie Chen,著名企业家何惠君,Loon Color科研项目部总工Rick Joe博士,Loon Color品牌艺术总监,世界级社影大师Kenny Chu,以及狮子会的姐妹们出席。 我们是南加州唯一的女子狮子会,致力于很多的慈善公寓事业,每一年都有很多场的公寓活动,那希望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来做更多的慈善公寓事业,让美国的主流也知道我们华人也是非常对社会有非常多的担当。 Summerino女子狮子会会长陆世影为出席这次活动的嘉宾和新入会的会员颁发了爱心慈善大使荣誉证书。 出演过多部好莱坞大片,好莱坞功夫女王李靖应邀现场表演了精彩的太极功夫。 梅拉诺文化传媒和乐剧之家《当家花旦》,乌素斐还表演了乐剧经典曲目《天上掉下个灵妹妹》。 轰动落成的话剧《疯狂话剧团》总制片人杨阳特地赶来助兴。 艾蒂晨和乌素斐的《夫妻双双把家环男女合唱》,把活动气氛推向高潮,派对气氛热烈,温馨大家举杯祝愿2018年更加美好。 我们上期的各位华人华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中国大陆云基设,云楚城最大的范博士,他对中美文化的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我们2008年共同努力,为中美文化的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位老话叫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把对我们自己下一代的爱也奉献给别人,把我们对我们老人的这种军敬也汇集到我们其他的老人,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美德。 非常非常的开心来参加这个四字会的这个活动,我们将继续把我们的这种爱心奉献给大家。 本次活动还特别展示世界级摄影大师尼康公司和美国盖地博物馆签约摄影师Tenny Chu令人惊叹的摄影作品。 活动主办还特别为他颁发了爱心慈善大使荣誉证书。 借着这次活动也展示了美国Leader公司的LED大屏幕显示产品的美轮美奂。 一个产品也是非常光亮的,我们觉得跟慈善这个事业光明和平爱。 这个主题是想吻合的,我们用这个光芒来照亮这个未来泄露,为孩子, 我们的社会尽一点这个责任和义务。 该公司还免费为本次活动提供场地。 这是全美电视台记者发自洛杉矶Chino Hill的采访报道。